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两个节日本质上是为死去的人今天的节日 而这个节日里又有许多习俗 比如扫墓 上香 点灯等等 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烧纸钱 如今我们看到的纸钱样式多数是超市卖的民币 刻有天底银行的字样 或者是电视剧中见到的原型的纸钱样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奇过 为什么我们要给失去的人们烧纸钱呢 中元节的十字路口也能看见许多人在烧纸钱 这又是为什么呢 难道烧纸钱不算封建迷信吗 而且烧的时候还要在纸周围画个圈 意味着这里的钱只能特定地人收 其他人捡不走 关于烧纸钱这件事 就要说到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了 古诗人们非常重视手中正寝 下葬的仪式也有数十种 例如报桑 吊咽 入炼等等 还有土葬 火葬 玄关葬等等很多方式 而烧纸钱就是人们希望死去的亲人 能够在地府过上好的生活 纸钱就是地府同用的货币 收到钱的仙人们就可以在地府生活的一世无忧 也能保佑子孙后代们平平安安 那纸钱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为什么会有这种作用呢 关于纸钱 还有两个有趣的传说 据说古代有位秀才 家徒四壁 穷得接不开锅 她的母亲去世后 连一副像样的棺材都买不起 就只能把母亲的遗体放在家中 有次她的好友询问她 为何不给母亲下葬 这个秀才长红了脸 实在不好意思说 是因为自己没钱葬母 编结是说 这是自己舍不得母亲的助然离世 想多陪陪母亲 这位好友听完之后觉得十分有道理 称赞她是孝子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 人们都开始纷纷效仿她 将逝去亲人的尸体停放在家中 以表孝心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先灵的耳中 她的母亲也去世了 但是正值酷暑 放在家里难免腐烂 但如果不停放 又怕人们议论她不孝 此来想去之后 她让人把母亲的尸体 抬到寺庙里去 这样她也全了面子 而看惯尸体的住持十分繁忙 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一个小和尚 没多久 尸体还是避免不了腐烂 散发出一股臭气 小和尚被熏得实在受不了 就找来一些稻草运火点燃 以冲淡一些难闻的气味 稻草烧完以后 小和尚又找来一些黄炙烧 结果这时 住持刚好带着县令 来到存放尸体的屋子 小和尚吓得躲在一旁 县令问她烧纸干什么 住持在旁边替她回答 这是给老太太送钱呢 意思是 这些黄纸 就是阴间的钱 这个消息 就这样渐渐流传到了民间 成了人们下降之时的习俗了 还有一则传说是 东汉年间 蔡伦发明了造纸术 一时明镇天下 赚得盆满钵满 蔡伦的嫂子看了 十分嫉妒 面逼着自己的丈夫 也就是蔡伦的哥哥 蔡末也去学习造纸 蔡末心高气傲 还未学习到药领 就背着弟弟自己造纸 结果造出的纸 又黑又粗 根本无人来购买 粗质滥造的纸 堆了满屋 蔡末的妻子深感内疚 怒继攻心 直接倒下 没了鼻息 蔡末又恼又气 把妻子放在棺材里 准备下葬之时 想把自己造的纸 都拿出来烧掉泄分 结果没想到 妻子突然派着棺材大喊着 开门 开门 蔡末吓得魂飞魄散 许多村民都来围观 他们打开棺材 结果蔡末的妻子坐了起来 嘴里还不停地嘀咕着 说蔡末给阴间送了钱 他用这些钱买通了小鬼 把他从地府放了回来 村民们听后大惊失色 看到蔡末烧的纸灰 都悄悄寄了下来 就这样 蔡末遭的纸 能往阴间送钱的消息 很快就传开了 原本堆积满屋的纸 很快就被抢购一空 这时蔡末才知道 这是妻子为了卖纸 特意装死演的戏 而除了在失去亲人的 零钱烧纸 我们在中原节时 还能看到许多人 在十字路口烧纸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古诗人们相信 十字路口死同发达 能沟通阴阳 是鬼魂拿来北往的地方 每当中原节的时候 会有阴间的邮差 来把这些钱收走 寄给他们失去的亲人 那么既然烧纸钱 已经成了民间的习俗 烧纸钱的时候 是否有什么讲究呢 这里我们可以注意一下 以下几点 一 买烧纸时 不要买那种承诺的印刷品 一张就好几亿 那钱不识 都不如就卢布 越南顿值钱 一落在下面 连根冰棍都买不了 太毛了 不过在烧大钱的同时 多少烧点这样的 也未尝不可 下面有不少讨债鬼 死皮来脸的跟你要钱 不给就模拟 那就用这种小钱打对他们 二 准备去烧纸钱 最好预备好火鸡和一根小棍 这样方便你在烧纸的时候 拔起压在一起的烧纸 让空气流通 方便燃烧 家里用费的拖不干 就是不错的选择 但注意 用完之后就不要再拿回来 直接扔掉好了 三 叠好烧纸 一刀烧纸分成七八份 分别以对角线折两次 不然一落纸 想要它燃烧起来 是很费事的 叠起来烧会很方便 四 要买黄槽纸 铺开后 拿一张一百元的针钱 在纸上压 要感觉这一百元是个戳子 由右至左 由上至下 一排排地盖上去 直到把整张纸铺满 这样的烧纸在下面 才是硬通货 钱才实乘 揣在兜里 有面子 五 要天黑透才去烧 天亮没有谁赶出来取钱 去烧纸的来回路上 遇到烧纸尽量绕开 不要踩到 有时候一个路口 排满了指挥堆 想绕都绕不开 但只好请你小心地传插过去 有时候还可能需要大快步一下 过去之前你要先说一句 对不起 借过 六 要烧纸前 在要烧的地面画个圈 注意 不要把自己缠到里面 西北角要留个缺口 方便下面的亲人进来拿钱 七 烧纸时要表情严肃 不要嘻笑打闹 既然来都来了 你就恭敬点 八 给亲人烧纸前 先点燃两张 用到圈外 打对一下 没有亲人送钱的孤魂野鬼 九 一定要坚持 看着把纸燃尽才可以走 这样既可以防止火灾 又能防止风把纸吹出来 被其他路过的拾去 有老人不高兴 看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 烧纸钱等等寄组的方式 真的能够利益祖先吗 答案当然是有了 不过想要真正利益祖先 除了供养方式外 还得有一颗虔诚的心 生命就是一棵树 祖先是树根 父母是树干 子孙是树上的果子 我们和父母 祖先是一个整体 健康 事业会受到父母 和祖先的影响 祖先虽然看不见 却源源不断地 给我们提供营养 就像树根不断给大树 输送营养一样 树根如果痛苦 这棵树肯定也不会好 果子也不会好 亲民我们为什么要祭祖呢 仅仅因为要去祖先的墓前 扫扫灰尘 拔拔野草 来吃鲜花水果 点香点珠供于祖先面前 当然不是 当你明白心生则种种法生 就会明白 其实祭祖最重要的是那颗心 不是鲜花水果 也不是指钱 心生 法就生 心没有生 法就不生 如果没有心 供再多的鲜花水果 少再多指钱 也只是走行事 没有心 效果就会大折 所以我们要以一颗虔诚的心 感恩祖先的心去祭祖 对于孙子 宠孙来说 我们就是老祖先 所以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 水平高低 决性程度 功德大小 会影响到他们 人生的种种问题 都是因为缺了孝子 当我们的能量 和祖先的能量 断开链接 就无法传承 父母祖先的优秀品质 就像一棵树 得不到语录的滋养 终究会干枯一样 我们的生命 是个组合体 不仅有父母的血液 还有祖先的精神在里面 我们所有的财富 都是父母祖先福报功德的流经 我们就像电灯 电站是父母祖先 诸佛菩萨的能量 我们要做的就是连接能量 做一个使用者 连上了开关一开就亮了 如果没有连接好 电灯就无法使用 所以我们要把整个生命 投入进去 真心的去敬畏感恩祖先 建立连接的通道 接收来自祖杯的能量 这才是真正有效的祭祖 有效的祭祖 能使我们承接祖先的福报和功德 使我们后代兴旺 人生顺利 一棵树的花果再好 都离不开根的成就 所谓根深夜貌 根肥自然花果就美好 根弱自然花果就瘦小 根朽则死即将尽矣 要知道 根就是恩 恩就是根 大根就是大恩 大恩就是大根 忘恩就是忘本 报恩就是报根 我们去纪念祖先 那是在练根养命 一个人未来的命运和成就 可以通过观察 他报恩的成分来预知 就如观察植物的土和根 来预知花果一样 而祭祖就是去感恩 和承接祖先的恩德与力量 一个懂得报恩的人 未来的命运 怎么会不好呢 好了 今天的内容 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